欲见光芒果然出色 玉璃镇芒果响宴活动 星期六下午是在玉璃镇明广场举行 有免费品尝创意芒果料理 体验有趣DIY手作小饰品 及欣赏在地的乐团表演 欲见光芒果然出色 玉璃镇芒果响宴活动 8月5号的下午3点在玉璃镇明广场举办 有免费的品尝创意芒果料理 体验有趣DIY手作小饰品 以及欣赏在地乐团表演 玉璃镇长表示 玉璃镇产西瓜稻米有温蛋也有金针 就是没有办过相关的芒果推广活动 由于玉璃镇种植芒果面积有14.5公顷 每一公顷可以种出750颗的芒果 一甲地也可以生产出25400公斤 广文俊认为会对于玉璃的农业发展有很大的印象 芒果创意料理的活动 希望未来大家到这边除了买 采买新鲜的芒果 未来可能到玉璃镇可以吃到很好吃的芒果吐司 能够吃到很好吃的芒果固垒 能够吃到很好吃的芒果固丁 甚至于买芒果酱带回去做什么早餐的时候可以加料用 所以这一块我们这就是我们在目前在办的最主要目的 这场芒果饗宴系列活动是由玉璃镇公所与玉璃镇妇女会合作办理 每个摊位都能够看见每个家镇妈妈的芒果创意料理 非常的新鲜又美味 也有很多的农民也到场摆摊让民众试吃 透过这场芒果饗宴系列活动让玉璃镇的美味芒果推广出去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